大家好,今天是10月26日 回到明报部上买新击的时间 今天和大家去看看上证指数 星期一我们就假期 你看到上证指数都有开市 它在今个星期最低下跌过去2923 你看到下面有一条蓝色线 这条蓝色线其实是有一个很远引伸过来的 你可以看到自从2005年 讲的是十几年前 2005年的上证指数讲的是1050几点 引伸过来它有一个很清晰的上升轨道 你2013年最低讲的是2126 你2018年讲的是2462 引伸过来其实这个就是强大的支持位 你看到星期一就终于中了292几这个支持位 甚至乎你再看短一点 短线一点 你可以看到 由2022年4月底 和2022年10月底 引伸过来 都是这样的水平就有支持 你会预计暂时的上证指数 你说要再进一步大跌下去的机会就应该不大 那现在暂时来讲 你预计在这些地方反复上落 再穿底就要 其实很困难的 在这些时候再穿底 暂时来讲 你可以说它偏远 你可以说它上不到 但是你说要直接穿下去 下面穿了2900 这是很困难的事 那暂时来讲 我们应该是预计它暂时停了在这裏 叫做反复上落 那如果你是看淡的话 它必须要跌穿这些位才可以再下去 否则的话 它随时跌下来又上回去 暂时来讲 就不能够在上证指数 在现在的现水平就不能够再看太深了 就是这样 但是它未逆转 它需要出现一支强劲的声势 咬回腰上来 上回十天线 它未出现逆转的走势 它只不过跌下来叫做低位横行 至于新加坡IN50也是 曾经做过反弹 这个星期下过去1.1556 曾经反弹过去1.1886 但是这个声势就不强劲 我们需要 如果你要去买回上证指数 看好上证指数向上 新加坡IN50必须要 都要重上十天线 现在暂时来讲预计 预计在月底 应该在低位反复徘徊 所以变成大家 不要因为上证指数下落 然后你会看到港股 或者其他东西跌很多 你预计这些位会有机会顶 暂时来讲 港上证指数应该是低位反复徘徊 就是这样 好吗 新加坡IN50 我也不建议买 让它最好出了一个讯号 然后向上低位买 否则仍然是偏淡 上证也是偏淡 但未必那么容易穿到 那叫做低位徘徊 就是这样 好吗 今天就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留言给我 拜拜